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林彪讲话 毛泽东事先知道吗? 一年后 毛泽东南巡 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 也没有给我看 林彪讲话的内容 毛泽东事先真的不知道吗? 林彪讲话 全篇除了吹捧毛泽东 就是不指名的批判张春桥 毛泽东在会场从头听到尾 他为什么没有当场反对 还同意全会再听林彪录音 并印发全会呢? 汪东兴回忆 1971年9月11日 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市委书记王洪文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室友 说到庐山会议 王洪文说 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泽东说 你们嘀咕什么呀? 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 当时我们华东族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 我们也发了言 我也讲了几句 事后 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 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 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泽东说 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 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 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 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但是毛泽东没有反驳 王洪文关于林彪讲话是中央同意这句话 陈伯达回忆 在庐山会议正式开会之前 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 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 时间并不很短 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 大会开了 从陈伯达披露的材料看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经过毛泽东的同意 开幕前 林彪与毛泽东关在屋子里单独谈了四十五分钟 下庐山后 林彪说他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的 这些话见到主席也讲过 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 讲稿上本来没有 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 昏昏沉沉讲了 散会后 林彪对陈伯达说 他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 叶群在台下悄悄对陈伯达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说 101指林彪讲话前请示了主席 开幕式的时间过了 汪东兴看毛林还未出来 就到休息室问 周恩来说 主席和副帅还在谈话 再等一会儿吧 叶群回来说 首长开会前与主席谈话 他在走廊放哨 防止11楼指江青闯进去 也把周恩来和康生都挡住了 没让进 吴法宪回忆 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单独谈话中 林彪问毛主席 可不可以讲 作者著 意思是可不可以讲张春桥 林彪说 我听吴法宪讲 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 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了马列主义 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 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 是江青的意见 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 你可以讲 但不要点名字 如果吴法宪的话属实 就很有阴谋了 果然 林彪在大会讲话时 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果然 各族讨论时 也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虽然没有点名 但张春桥已经魂飞魄散 手一直在抖 手上的香烟掉在地上还不知道 开幕式出了五名常委坐在主席台上 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下第一排 张春桥挨着邱惠坐 总后的造反派支持张春桥向上海市委夺权 差点把邱惠坐打死 所以邱惠坐后来不和张春桥说话 而此时 张春桥掏出一支香烟 老邱请抽烟 却忘了邱惠坐根本不会吸烟 会后 叶群交代吴法宪 串联一些人在各组会上发言 支持林彪讲话 中午 吴法宪借口谈防空 找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 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空武军政委陈丽云 告诉他们林彪讲话有所指 但在发言中不要点名 只讲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和有人反对天才这两个问题 至于指的是什么人 吴法宪在手上写了张江两个字 下午 吴法宪对李作鹏 邱惠坐说 要鼓动本单位的熟人对林彪讲话表态 涉国家主席问题仍要坚持 并说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他要坚持这个意见 吴法宪说 我已经向空军的人打了招呼 8月24日上午 全会重放林彪讲话的录音 早晨刚七点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坐就到林彪别墅来了 叶群说 我先给你们讲讲手掌的意见 第一 手掌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 要宣读语录 要在各组表态拥护 坚持天才的观点 第二 坚持涉国家主席 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三 发言中千万不能点张春桥 康生的名 更不可摸11楼的屁股 第四 不要扩大打击面 打击面宽了 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最后 叶群说 今天下午分组讨论 你们都要发言 如果你们不发言 手掌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要坚持天才观点 坚持涉国家主席 集中攻击陆定一事的人物 但打击面要小 不能点名 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 要串联空军 海军 总后的中央委员们 吴司令 最好你先发言 吴法宪点头说好 叶群又对邱惠座说 你是不是也可以早些发言 邱惠座说 我一定要发言 但我们是否有先有后 不要那么整齐 否则简报上一灯 都是军委办事组的人 那样不一定好 叶群边说邱部长的意见很好 想着周到边看李作鹏 李作鹏说 我的发言好办 叶主任和我一个组 可以随时商量 看来邱惠座和李作鹏就不那么积极 当然位置也不一样 在军委办事组 黄武李秋 黄永胜第一 吴法宪第二吗 黄永胜 湖北咸宁县人 1910年生 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他一直是军事干部 很能打仗 1968年杨愚妇事件发生 周恩来连夜给黄永胜打电话 骗他到北京开会 等黄永胜到了北京 才知道是让他接替刚打倒的杨成武当总参谋长 他当即向周总理表示不行 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能力上 军内比我强的老同志有很多 比如杨德志 陈希莲他们 都比我更合适 你帮我和毛主席 林副主席说说 这个总长我当不了 让他们来干 让我回广州吧 周恩来说 你的问题 我说了不算 这是毛主席 林副主席决定的事 你是个老同志 要懂得服从组织 但我相信你能胜任 如果你有意见 可以向林副主席反应 黄永胜被叶群招呼到毛家湾 见到了林彪 黄永胜急切的说 林总 林副主席 我干不了总参谋长 你还是让我回广州吧 林彪沉吟了一会儿 有些严肃的站起来 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 边递给黄永胜 边慢慢的说 这件事欲比亲定的 改不了 你看看 黄永胜接过文件一看 是林彪呈毛泽东关于黄永胜任命的请示报告原件 林彪在报告上原你的职务是 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代组长 总参党委第一副书记代第一书记 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 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铅笔画掉了 换成黄永胜任总参谋长 所以 报告副业的任命上 就成了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组长 总参谋长 稍后又任总参党委第一书记 林彪对黄永胜说 我原想给你一段适应时间 那样你确实适应不了北京的工作 还可以回广州去 可现在不行了 主席定死了 你是秋收起义的子弟兵 主席信任你 我相信你的能力 黄永胜最后一个职务 虽然还是军事干部 但他担任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中 却是个比正宫还正宫的位置 这让他难以胜任 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总参谋长 谁干谁也没有好下场 吴法县 中将 江西永丰县人 1915年生 1930年参加红军 一路正宫上来 说是与军事无缘 但实际上吴法县非常聪明 打仗很有一套 深得林彪的信任 他最后一个职务是由刘亚楼临终前推荐林彪提名的空军司令员 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让吴法县赶上了913 沦为十年囚徒 直到世事仍没有平反 吴法县在狱中曾想 如果刘亚楼还活着 那现在关进监狱的应该是他 李若鹏 中将 江西吉安县人 1914年生 1930年参加红军 虽然他与吴法县相反 从来没有干过政工 他的军中生涯几乎全在作战部门和院校 但他最后一个职务却是海军第一政委 他也是极爱动脑筋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最好 被关进监狱 他坚决不服 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邱惠座 中将 江西新国县人 1914年生 1929年参加红军 他一直在总部机关 先干后勤 后与政工结缘 最后一个职务又回到了老本行 升到了后勤的最高职位 总后勤部部长 邱惠座参加红军前没有文化 但他有头脑 始终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 注意从生活和书本中学习 所以政治水平极高 因913被抓 是他没有想到的 在监狱中 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 已经出版的吴里丘回忆录都是珍贵的史料 相比之下 邱惠座的所见所闻最多 文革初期 四位将军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 黄勇胜在广州好一些 吴法县东躲西藏 后来经空政文工团的刘宿院传达毛泽东保他的话 才使他安顿下来 邱惠座遵照林彪指示躲到西山 也应该是平安无事的 但却被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命令回到总后参加运动 所以邱惠座最惨 多次被批斗 被打断一根肋骨 肩胛骨骨膜 两处肌肉撕裂 差点丢掉了性命 趁看守疏忽 他在烟河上写了一张纸条 向毛泽东林彪求救 由他的警卫参谋 蒋平安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来 最后 叶群亲自拿着林彪和陈伯达的手令 到总后把他救出来 因为这四个人都出身四野 所以叶群团结他们 很快 叶群和吴李秋的谈话过去了一个小时 到了该去开会的时间了 叶群最后说 我也要发言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发言要充满感情 要用我们的眼泪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 叶群对陈伯达也说了同样的话 对于叶群的单兵教练 陈伯达尤其对叶群说 林彪在讲话前向毛泽东汇报过讲话内容 毛泽东是同意的这句话 半信半疑 当晚他去问林彪 林彪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他听谁说的 陈伯达说是叶群 林彪说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